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国评队的孙颖莎和王楚清带着他们的小分队 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去商业街好好放松一下 这可不是常有的事 毕竟他们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小分队里除了孙颖莎和王楚清 还有几个年轻的国评队员 他们都是赛场上的高手 私底下也是好朋友 孙颖莎 那个在赛场上反应敏捷 技术高超的小姑娘 还有王楚清 那个以稳健打法和冷静头脑著称的小伙子 他们都是队伍里的佼佼者 孙颖莎和王楚清这对国拼借的神仙眷侣 居然在澳门逛街被粉丝给活捉了 这消息简直就像一道闪电 瞬间击中了所有球迷的心啊 话说这两位国拼的超级明星 平时不是在赛场上挥汗如雨 就是在训练馆里刻苦训练 哪有机会一起逛街啊 但这次在澳门 他们不仅带着一群小伙伴玩得嗨翻天 还展现了他们私下里超级有爱的一面 孙颖莎一边逛街一边发语音 王楚清则在一旁耐心倾听 这种默契和甜蜜 简直让人直呼受不了了 在逛街的过程中 他们还品尝了当地的美食 打卡了澳门的风景名声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这些照片在网上一曝光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大家纷纷留言表示 孙颖莎和王楚清真是太甜了 他们不仅是队友 更是彼此的依靠啊 孙颖莎拿着手机 微笑着发语音聊天 时而手势夸张 时而俏皮挥动 全然无压力 而站在他身旁的王楚清 则戴着耳机 专注地听取着孙颖莎发来的语音 并迅速回复 尽管周围人群喧嚣 但他们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小世界中 互不干扰 真是相当默契 这一别开生面的交流方式 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调侃称 孙颖莎和王楚清 果然是新一代科技达人 连语音聊天都如此高级 还有人好奇地问道 他们不用打字吗 这样交流方便吗 细心的粉丝们则表示 除了语音聊天 两位球星之间也偶尔会用文字对话 但语音聊天更能传达出 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 据悉 孙颖莎和王楚清 这次的澳门之行 并非比赛或商业活动 纯粹是两位好闺蜜的私人时间 在繁忙的比赛日程中 他们终于有机会聚在一起 享受属于自己的难得休闲时光 除了逛街购物 两人还一同品尝当地美食 欣赏澳门的风景名胜 并留下了许多温馨的合照 这次偶遇不仅让他们更加巩固了友谊 也让粉丝们见证了他们真挚的羁绊 孙颖莎和王楚清 分别是乒乓球界的顶级选手 他们曾代表中国队多次参加国际比赛 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如今 他们正致力于个人事业的发展 并以年轻 努力和实力 在乒乓球界展露头角 孙颖莎和王楚清 在澳门偶遇的这一幕 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真挚的友谊和平凡的一面 无论是发语音 听语音 还是在逛街中开心的笑容 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 都成为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这次澳门之行 不仅让孙颖莎和王楚清放松了心情 还让他们之间的友情更加深厚了 在赛场上 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生活中 他们更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种默契和友谊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说实话 看到孙颖莎和王楚清这么开心的样子 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毕竟 在竞技体育这个领域里 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 相互扶持的伙伴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团队解散的时候 失去的那一刻才懂得了 要珍惜身边一起奋斗 陪伴自己的人 这是给那两个年轻人的鼓励 在澳门的炮台上 他们被称作乒乓球羽毛球的双打无敌组合 欢迎挑战 这表达了对他们成绩的认可 如果他们自己说双打无敌 在国家队的环境下 说出来可能会引来不少嘲笑和批评 通过这几天的活动 我希望他们能多走出那个圈子 感受外面的世界 发现快乐和追求梦想 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看了莎莎在香港的演讲 感觉孩子们确实挺受伤的 就像明面上的攻击容易应对 而背后的小动作就很难防备了 真心希望他们今后不再受伤害 至于国平队 对于那些真正努力又有实力的孩子 不需要特别偏爱 只需要做到公平对待就行了 王楚清在受访时提到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太高兴了 包括最近这事儿 你懂得 他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代表国家出战比赛 能在赛场上一展身手 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夸赞的事 要是还能捧回奖牌 那就更了不起了 但现在呢 赢了也不敢笑一笑 输了就被一堆人骂 这局面挺让人难受的 每个搞体育的运动员 都有一股子拼劲和热血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场期待着 确实挺压抑的 这次去香港和澳门的团队活动 真的是特别美好 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结识了好多新朋友 感觉就像雅思组合给了他们动力 他们也看透了 得面对自己的心声 别管外界的闲言碎语 越是在意 最后受伤的反而是彼此 国拼的训练方法 有点像心理战术 就像是说 冠军多得数不清 笑嘻嘻的只代表 你只会打一种球 除了拿过世界冠军 你啥也不是 所以心理肿下的念头是 就算拿了冠军 也不能太得意 这样的教导方式 确实容易让人自我怀疑 离开国拼后 他们发现 大家其实都挺乐观 都挺自信的 拿了冠军也好 没拿冠军也罢 在各自的领域里 他们都是顶尖高手 大头也承认自己有点自卑 这次去港澳 对他的内心成长有很大帮助 还让他在性格上变得更加成熟 他们这次遇到了许多厉害的运动选手 发现原来大家都挺辛苦的 国家队的氛围短时间内 是不会变的 但他们俩的心理会变得更开朗 坦荡和坚强 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不管是不是冠军 都可以轻松自在地生活 没什么大不了 奥运会上有一场比赛 他表现得异常冷静 解说点评 沙沙沙时说他向内寻找力量 不被外界影响 这话真是太棒了 他们都是聪明人 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 看了好多拍视频和照的照片 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真心希望所有的运动健儿们都能平平安安 健康快乐 永远充满活力 年轻人的奋斗史 总是充满了泪水与欢笑 压力与欢乐并存 如果你问任何一位乒乓球迷 现在中国乒乓球界最受瞩目的年轻运动员是谁 我敢说绝大多数人都会提到王楚清和孙颖莎 是的 他们不仅是赛场上的双子星 更因为他们动人的互动 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小太阳 在乒乓球以上 他们不断突破自我 记忆精湛 但在台下 他们就像普通年轻人一样 有欢笑 有拥抱 有争吵 让人觉得非常亲近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对搭档背后的故事 感受运动员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压力和挑战 乒乓球在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 无数国人因为这项运动骄傲 而许多人也因为乒乓球而燃起了心中的希望与梦想 王楚清 要成为能够代表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并承担了巨大的期望与压力 从小在乒乓球氛围中成长 教育背景上一点都不逊色的王楚清 他的父母一直作为他坚强的后盾 希望他在乒乓球领域能够走得更远 这种家庭的支持 无疑成为了他前进的最大动力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支持背后 那副无形的重担时常压在他的肩头 请大家想象下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王楚清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他自己也不否认 很多时候他都会尽力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确实有时候压力大的也会导致失眠 因此他会通过冥想和心理训练来缓示内心的紧张 这才使得他在每次关键时刻都能保持极好的冷静和发挥 另一个被称为小魔王的孙颖莎 联想到他在球场上那种虎虎声威的霸气 可能没人会想到他大大咧咧的背后 也有着他的心理苦楚 他和王楚清在乒乓球训练中成为搭档后 两个原本个性截然不同的年轻人 碰撞出火花的同时 各自的幽默感和积极态度 也成为彼此在赛场上重要的心理支撑 孙颖莎总是充满正能量 他擅长用一种风趣幽默的方式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舆论 总是能让人捧腹大笑 他的这种幽默感也为他赢得了大量的粉丝支持 但你要知道社交媒体上的曝光 对于运动员来说 既是机会也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有一次直播中 王楚清面对镜头坦言 他也常被网友的评论和期待弄得焦头烂额 但他也表示 这种舆论压力有时反而能激发他更强的竞技状态 而孙颖莎则相对从容 他笑言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 自己已经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能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回复粉丝 成为他的独特魅力 对这对小搭档而言 有着不小的影响 王楚清的家庭为他的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父母的期望无疑也是一份巨大的压力 他爸妈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乒乓球领域有所成就 这种期待 有时会成为动力 但有时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员 也不过是平凡家庭中的普通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故事 铸就了他们的独特性 王楚清和孙颖莎来自不同的家庭 个性不同 但他们在赛场上脚踏实地 通过不断努力 才能站在国际比赛的舞台上 现在科技迅猛发展 也为运动员的训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训练中 王楚清使用的高科技设备 能精确分析他的机球角度和力量 让他的技术愈加精湛成熟 这些科技的辅助 不仅提升了个人能力 也使得整个乒乓球运动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看到这儿 有没有让你重新审视 王楚清与孙颖莎 这两位年轻的乒乓球选手呢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时代 他们用努力和毅力 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说到王楚清的成长经历 其实有一件事非常值得一提 他的家庭能给予他良好的训练条件 这无疑是巨大的助力 但这背后有很多先为人知的努力和牺牲 小学时 他因为要专心训练 经常得缺课 经常自学那些缺失的课程内容 父母的默默支持 也包括他们为了儿子的梦想 四处奔波的辛苦 当期望变成了现实 王楚清知道 自己的付出和家人的期盼都是值得的 孙颖莎则是以他的独特性格 征服了大家的心 一次在关键比赛中 他突然发现对手的打法和预期有很大差别 如果不是他临场的令活应变能力 可能那场比赛就成为他的遗憾了 比赛中 他临时调整策略 连续使用几次意想不到的击球 使得对手措手不及 最终逆时翻盘 这种冷静果断和机智令活 令人难免感叹孙颖莎的实力和心理素质 聊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 他们在场下的趣味互动 一回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王楚清和孙颖莎 彼此模仿对方的说话和动作 惹得现场所有人开怀大笑 有人问 你们是不是互相之间有某种特殊的默契 王楚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们不是兄妹 但何尝又不是兄妹呢 再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乐趣 孙颖莎分享的搞怪短视频 把自己的生活展示得淋漓尽致 而王楚清则时不时在评论区调侃 有时甚至会恶作剧式的留言 这些互动不仅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粉丝 也让人看到运动员在光环背后真实的生活一面 然而 赛场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他们面对的艰难挑战 一次大赛前夕 王楚清突然感到脚步剧烈的疼痛 但为了不影响国家队的成绩 他没告诉教练 这种不为人知的坚韧和责任感 有多少粉丝在意到呢 王楚清最终还是坚持上场 尽管那场比赛他没能完全展示自己的实力 但他那份坚持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孙颖莎的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他非常喜欢写日记 每当他遇到困扰或是心情低落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自己的日记本 记录下当天的心情感受 有一次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附加赛失利 我真的很沮丧 但我知道失利只是成长的一个小插曲 我会调整好心态 继续前进 这份自我鼓励和决心 也正是他不断取得进步的动力 王楚清和孙颖莎 在场上无数次的顶峰对决 都体现了他们超凡的竞技水平和心理素质 但这种竞争背后 也从未缺少友谊和合作 一次在训练馆外 他们一起吃着冰淇淋又因为比赛失利而互相打气 叙述着各自的心理化 这样的友谊才是他们在乒乓球路上保持不断奋进的关键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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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